好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1-3 我們介紹這個重點講的是抽樣跟這個投計推論 好 那這邊呢 其實你把它畫起來 你把它畫起來一下 就是 在之前呢 我們講過的所謂的信心水準跟抽樣密查這邊有沒有 這些字眼啊 那現在這個單元會介紹說 什麼叫信心水準 什麼叫抽樣密查 因為 譬如說 你去 現在最常做到的這種收視率調查 有沒有 看電視啊 然後如果你說這個收視率啊 什麼百分之十 我問你怎麼知道那個看電視的是百分之十 不過我先跟你講一個事情 在一二十年前的話 你想要知道加加幅錄裡面 現在這個人看什麼電視啊 就做不到 為什麼 因為這個訊號是從他們電視台播放出去 對不對 然後就結束了 可是我告訴你 現在其實 現在的科技喔 現在一定可以做得到 為什麼你知道嗎 加加一個電視台有沒有用什麼HD啊 什麼網路的對不對 既然有網路去到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你的訊息那個訊息從電視台傳到你家去 你家如果按到68的時候啊 那個也有訊號可以匯存到什麼 電視台 所以它就可以直接去記錄了 而且它那個準確率啊 可以到百分之百 對不對 就不用學這種奇奇怪怪什麼 我們抽樣跟推入 因為以前是因為我只能發給你們看 至於你們哪一台 我怎麼知道 所以它可能就是譬如說 從一百萬戶裡面 它找了其中的 可能有兩千個人 然後兩千人裡面呢 它在家裡面電視的一個裝機器 裝機器之後勒 然後就開始 你這樣按了哪一台 就開始 就開始傳那個訊號回去 然後甚至更早之前 更有更浪的方法 我一起來接到過 就那種 那種什麼什麼 收拾掉的工資 打電話到我家來 說欸你好 我可以當你幾三分鐘 其實你現在在看哪一台 然後有的沒有的 這樣講很多 那可能對於你們而言 那只是個數字而已 可是對於那種 製作電視的人 那不是數字喔 那是錢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它講 他們要賣什麼東西 賣廣道 你知道嗎 比如像現在最有名的那種 收視率的那種 那種最好的 全世界最好的 可是我根本沒有在看那種東西 叫做什麼 每次足球 你知道嗎 那每次足球中間 或有個什麼中間休息時間 對不對 然後那個廣告啊 你再講想看看 然後那個廣告 你再講 看每次足球 如果假設有 那個時候如果有一億個人在看 那你把你的廣告放在上面去 那就把你一億個人去看那些東西 那可能那個廣告價值非常非常大 就像我說我們 我們教室裡面看 我現在換個客座椅誰知道 只有你們知道 可是如果假設別人也知道 說哇這個 這個班啊 我弄的一個比較好的座椅 客座椅搞得一定跑來暴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一樣的狀況 好 那所以我先看一下這個地方 之前去取到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無法一個一個知道 所有情況的話 那應該怎麼去做這個 所謂的抽樣調查呢 好 第一個我們先介紹的東西 你看一下 這做隨機抽樣跟這個亂數表 好 第一個名詞解釋 這個應該之前宣布啦 母體跟抽樣 好 什麼是母體呢 講的是 所有全部的種集合 就稱為母體 或者是稱為母群體 然後呢 這些母集合 這些母體裡面的元素呢 就稱為樣本 樣本 然後樣本的話就是說 樣本就是說 裡面每一個每一個元素 就稱為樣本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無法 每個都查到 所以必須要做什麼 都做 抽樣 就是我從這些樣本裡面呢 隨便抽幾個 那如果每個都要做的話 那叫什麼東西 叫做普查 普查 那如果只是抽取某個部分的話 那叫什麼東西 叫做抽樣 好 這個我想大概不難 好 然後第一個部分呢 我們介紹的是 簡單隨機抽樣 好 什麼是簡單隨機抽樣 就是說 如果我們事先知道說 這個樣本空間的差異性很小的時候 那麼 代表什麼是代表 可能發生那種所謂的偏差機會 比較低 那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做那種 所謂的簡單抽樣 可是如果Y差異性很大的話呢 會容易很有 產生所謂的偏差 為什麼 比如說 呃 我看一下什麼例子 我看一下什麼例子會比較 OK的 比如說一樣的那個 抽 一樣的樣本裡面 我們可能問說 這個現在15歲到18歲的學生 請問你 星期三早上你要做什麼 你在學校嗎 對不對 那你去抽樣抽100個人 有沒有其中會有50人 在學校外面 不可能 也許會有啦 但是可能 可能是幾少數 那像什麼情況下呢 是不是他的差異性很小 對不對 可是如果另外一種 他可能就問你說 請問你這個早上 這個 起床的時候 有沒有刷到洗臉 這個就 不一定了 因為有些人位置 習慣比較差的 或者講說 甚至講那個刷牙 可能大家還會刷牙 可是講吃早餐 結果人不吃早餐啊 對不對 也就是說 有些人會吃可能 或一半人會吃可能 另外三分之一人是不吃的 那會造成怎麼去 他差異性比較大 會有發生所謂的偏差 好 然後因此 我們在實際上 要確保每個這個樣本 被抽抽機會都一樣 所以你看這邊寫的 他說 簡單的 隨機抽樣子 就是說 如果他的那個狀況下 就是他的一些 那個差異性和小時候 我可能就隨機 稍微選一下 可是如果萬一 這個 有些某些特殊狀況 比如說某個區域的人 他的生活習慣 該講這個意思 生活習慣 跟另外一個區域的人差很多 那我就不需要 保證說 這每個區域每個區域 我抽出完的人數要 一樣 不然你說 你都抽到那個什麼 北區的人 那北區的人的生活習慣 跟南區的不一樣 你都抽到北區 他又不代表全部的人 所以你跟他變成什麼 其實都要 讓每個人去抽到那個 樣本的機會是一樣高的 這樣子 會啦 OK 好 然後再來 你看到這個 所謂的 分層隨機抽樣 好 那 這是為了要降低這個什麼 簡單隨機抽樣的那個偏差 就是發生那種 所謂的 不準確的可能性 所以呢 他把先把母體 按照某個標準 分層不同的層級 然後再按照比例 來分配這些樣本數 然後再從每個層級 每個層級的去隨機取樣 那麼 他說分層的差異 當然是越明顯越好 比如說 我們是事先把那個 裡面的樣本做一些歸類 比如說我們想要調查這個什麼 全世界平均收入 跟這個 同學這個讀書的時間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比如說 先分好這個東區西區南區 就是我們依照地理環境 去做個區分 這是個方法 或者我們可以按照年紀 去做區分 做這個所謂的分層 所以這個層的話 就看你怎麼去決定它 這樣子 會啦 好 然後第五個我們這條是 亂數表 亂數也是稱為這個 隨機號碼表 這個亂數表 這邊像這個左邊 右邊這個圖 就稱為亂數表 26627 我先講一下 這個亂數表 是沒有規定說 你一定要五個數字為一組 是完全取決於你自己要當時的判斷 你說你可以三個三個數字一組 對不對 如果三個三個數字一組 的話就變成這樣子 266275這樣子數 當然你可以四個數字 四個數字一組 一組 你想要取的那個樣子 空間的大小 比如說 學校 某個學校 我們對面的學校 他們可能只有 兩百個人 那兩百個人 你不可能出頭到說 老師那我要取個四位數 兩不起來九九九而已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當然取個二位數 或者是三位數 所以可以用這個方法來代替抽筋的動作 因為抽筋 你們都要抽很多 比如說一二到一千萬 你不可能每個數字都 做個錢吧 那做完之後 你就把它丟掉了 那不是 蠻浪費的嘛 所以我們用的是 認識軟代替抽筋的動作 會啦 OK 那這個就先把它